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当局对工程科学技术人士授予的最高学术称号 4月30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院士增选的候选人名单 其中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榜上有名 而同一天美国科学院也公布了新入选院士名单 年仅42岁的中国生物学家严宁名列其中 正式的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这两件事同时的刊登引起了中国民众高度讨论 而更多的是对于李彦宏上榜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的言论 根据法广的报道 现年42岁的中国女生物学家严宁 在30岁就成为了北京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继博士生导师 37岁时她就率领团队 攻克了困扰生物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科学难题 2016年因为在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突出贡献 她入选了自然杂志评选的中国科学之星 但是她在39岁时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之后又因为多次的申请专案基金 未果而只能选择离开北京清华大学 2017年 严宁赴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终身教授 而今年她就入选了美国科学院士 相对于严宁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经因为搜索结果充斥广告 而导致患者误诊死亡的百度执行长李彦宏 却能够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引发了中国网友强烈的批评 有网友表示 在美国贾伯斯也好 索罗斯也罢 从来也没有膨胀 要当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念头 如今这个国家中国 最大的混乱就是赢者通吃 不仅李彦宏、马云等商人发了财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什么事都想插一脚 嚣张到想要用金钱碾压一切 文人已经失去了争治于孤的操守 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世 有些知识人甚至要名利双收 还有一个公众号叫做大汉丞相 发布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李彦宏当选院士一文 文章中提到 李彦宏不符合中国工程院章程 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要求的品性端正一项 因为百度是一家道德低下的企业 曾经坑害无数的患者 而且百度从来没有认真的道歉 大汉丞相还举办了网友投票 结果有93%的人反对李彦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但是这一篇文章已经因为被投诉而遭到了删除 另外有一篇文章名为我反对的文章这样写道 细看官网的名单 有两位来自百度公司的院士候选人 只是所在的学部和专业并不相同 李彦宏位列工程管理学部 专业为星星交叉领域工程技术创新管理 那么我们就谈谈创新和管理 经过这么多年的互联网事件教育 即便再迟钝的人也会知道 成就李彦宏的是他的天才创新 竞价排名制度 谁出的钱多 谁就出现在搜寻结果的前列 这一个制度是技术吗 对不起 我觉得不是 这更像是一个比赛 谁的商业底线更低的收费套路 在李彦宏和严宁的中国工程院士 入选与落选的案例之下 中国民众已经透露出了高度的不满 甚至有人留言写道 党国看家护院的人士 简称为院士 明镜电视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